一日 素暖悠悠然醒来 现自己身着未履 顿时下得花容失色 他不会真的变态到奸尸吧 昨夜以你的荧幕 尽数载入脑海 望见床上刻意铺垫的雪白锦帕上 那一抹触目惊心的烟红石 整个人亮呛了下 神诈 殿下呢 王妃 殿下一早起来 就去上朝了 殿下特别交代奴婢 让你多睡会儿 别打扰到你 殿下还说 殿下说 昨晚可能把你折腾坏了 叫奴婢们 今儿好好给你补补 素暖此刻脸红得跟辣椒似的 巴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 脑补下折腾的画面 脸发烧 果烟将紧怕 宝贝式的折叠起来 素暖沉暮结舌 果烟 这个还是我自己来洗吧 洗他做事 殿下特别交代 这个要进宫 呈给太后娘娘的 纵暖差点没跌坐在地上 好吧 这就是迂腐的古代呀 去吧 尤其无力的回到宿星向暖院 清武 红福 那妖孽 昨晚欺负我 皇妃 奴婢知道 你想要找一个一世一双人的男子做夫君 可是事已至此 你哭也没用啊 好在锦王殿下 也算人中荣丰 模样极好 人品也好 王妃就去了吧 王妃若是不喜欢殿下宠幸其他女人 这还不简单 奴婢去把预测妃给杀了 红福 你别冲动 不能滥杀无辜 她只是不开心 她会趁虚而入欺负她 可是这事儿 说出口多羞人呢 王妃 年冠将至 现在帝都的夜市可热闹了 何不去逛逛 好啊 帝都的夜市 家家挂着红灯笼 喜情一片 商贩们忙着吆火拉客 猜灯迷的地方 门庭若市 宿暖的目光 却被几个街角的流浪儿所吸引 但是十来个小孩子 即使天气回温 然而依旧冻得唇不发紫 宿暖刚要走上去 却忽然想起原非的提醒 让他切记 最近不论遇到什么事 也不能出手 给他们点银子 我们走吧 不好了 这个乞丐病倒了 宿暖略微沉吟 这个孩子刚才还好好的 只不过碰见他们后 就忽然发病了 这事儿太偶然了 只见人群里 有个男人刚好望着自己 宿暖瞬间了然 这是有人在考验自己医术的一个黑暗阴谋 王妃 他死了 其他几个孩子抽气着 姐姐 我们中了毒 有个叔叔说 今晚我们坐在这里 会有人来救我们 我说 今晚我们坐在这里 会有人来救我们 如果他不来 我们全部都得死 如果他不来 我们全部都得死 宿暖 骇然失色 这就是一场阴谋 有人给锦王妃布局了 逼迫他出手 解救这些孩子 清武 红服 人都有意思 或中于泰山 或西 于红毛 我是医者 会苟且偷身 而失去医者的良心 我会鄙视我自己 与辟 大踏步走上前 给那病倒的孩子 检查身体 Shit 这群孩子 本身患昏疫之毒 然而 还不到危险丧命的地步 有人给他们服了毒药 定时让他们毒发身亡 只不过就是为了 有他出手救人 我要把你们 带到我的家里去 这样才能更好地 为你们治病 你们愿意跟姐姐 一起走吗 我要把你们 带到我的家里去 这样才能更好地 为你们治病 你们愿意 跟姐姐一起走吗 孩子们点点头 宿暖便将他们 都带回了警王府 不过 魏方此事泄露出去后 闹得警王府人心惶惶 心舞 魂服 从今儿后 后院务必与外界隔离 尺寸用度 都单独解决 待瘟疫过后 再恢复往常日常 诺 诺 入夜时分 警王回府 老远就闻到 王府的空气里 充斥着一股 难闻的药味 殿下 你回来了 这药味 可是从后院 飘散来的 可不是吗 不知王妃姐姐 在做什么 从傍晚开始 这味道 越来越浓了 警王错眉 想到自己 上早潮时 这傻子还没有清醒过来 难道昨夜 真是把他吓晕死过去了 殿下 昨儿 你宠幸了王妃姐姐 今儿是不是 该去我的清禾殿 歇息了 警王眼里 划过一抹浓烈的 抗拒色彩 阿九知道 主子的心意 玉瑟妃 帝都瘟疫流行 皇上今儿 上朝大为恼火 令爷必须 尽快解决此事 爷今儿心里憔悴 你就暂且放过他吧 玉瑟公主 殿上的落寞 令人心疼 警王望着他 窥叹不已 转身便向 自己的明泽殿走去 阿九 去叫那傻子过来 啊 警王妃说 她今晚不方便见你 不方便见我 阿九颤了颤 爷最近的脾气 真是与日见长呀 素心向暖院 四合院的玉兰 镂空铁门 竟然被上了锁 警王脸色铁青 他这是要彻底和警王府 断绝关系吗 就因为他昨晚欺负他了 阿九 砸了他 阿九上前 举手劈下去 锁开了 可铁门依然打不开 竟然意外地发现 铁门上中下 都用铁链子 绕了几圈 上了三把锁 阿九 劈开 阿九 住手 阿九刚要放下手 就听见自家爷一声怒吼 劈开 这么晚了 你出什么疯呢 锦王刚要发怒 爷啊 想一想你来找王妃的企图 别冲动 这深更半夜的 你给这肃心向暖院 上三把锁 一语何为 防色狼的 王妃 帝都盛行瘟疫之症 也来找你 不是按你侍寝的 而是有事相求 有事相求 傻子 傻子 你听见了 帝都在一夜之间 涌入了许多战争流亡的孩子 他们身患瘟疫 已经大面积扩散 本王命令你 三天内 必须拿出解决策略 如果臣妾拒绝礼命呢 你敢 他自然不会不管 这场瘟疫的盛行 他此刻 不正在做这件事吗 他只是嘴上一套 心里一套 因为他还生他的气 谁叫他昨晚 没有人性的欺负他了 你要怎样才肯答应 我可以帮你解决这场瘟疫 但是 你得答应我一个要求 你说 但瘟疫解决后 你我便合离了吧 哪怕 你我昨晚都那样了 你还是要跟我合离吗 放送暖 今儿一早 你的落红锦帕 已经送入宫中了 如今天下人都该知道了 你放送暖 是本王的女人了 你和本王合离以后 谁还会要你 不就一层膜吗 谁在乎 锦王和阿九 掉了一地几匹疙瘩 这什么女人啊 不管他怎么掏心掏肺的对她 她都像是一条 为不佳的野物 她甚至为了 强留她在身边 昨夜 不惜弄伤自己的手 制造原房的假象 可是即使这样 依然留不住她的心 是不是 只要我答应你的要求 你就会救这些孩子 是 好 好 我成全你 只要这场瘟疫 被成功控制住了 我便成全了你 素鸾只觉自己要贪软在地上 她对她有之欲之恩 可是她 却把她置于舆论的风头浪尖 说起来 她亏欠她太多了 对不起 次日 阿九过来传话 王妃 爷吩咐下来 今日会送几个患瘟疫的孩子过来 王妃做好隔离测试 务必保护好自己 这是你家爷的原话 是啊 你去告诉他 不必了 我们王妃 昨夜便救了几个得瘟疫的孩子 阿九嘴巴张纯半圆 所以 所以昨晚 给铁门上三把锁的原因 不是针对爷的 爷 爷 王妃说 换免的孩子不用送过去了 不送病患给她 她怎么研究瘟疫之症 阿九 素鑫向暖院 昨夜从外面捞了几个得了瘟疫的孩子 王妃从昨晚开始 便已经出手搭救了 这个该死的傻子 明目张胆的把瘟疫的孩子往家里带 就不怕被有心之人盯上了吗 利用瘟疫的孩子逼迫傻子出手救人 其心可诛 阿九 去查太子府和黎王府 本王对他们诉来忍让 但是这次 他们太过分了 小的一定查出这幕后黑手 粉碎他们的阴谋 那傻子明知这是别人请君入瓮的脊梁 竟然还是要带回那几个孩子 真是傻 爷啊 兴许 这只是巧合 王妃碰巧遇见了几个生命的孩子 碰巧带回了他们 金鸾殿上 皇上 臣妇有罪 朕将功不过 起来说话 臣妇不敢起来 既然如此 你起说说看 你犯了什么罪 臣妇教女无方 让三丫头犯下了韬天大罪 哦 你说那个傻子 锦王妃 她一个傻子 能犯什么大罪 起来吧 就算她有错 朕也从轻发落 三丫头 身来便有不足之阵 臣妇怕她早要 便对外声称 三丫头 有先天吃傻的愚症 事实上 这丫头精明着呢 不但在外拜了个野师傅 教授她医术之道 还疑傻卖傻 调治崔秦耀 陷害大姐 奉孙明 还胆大妄为的 向皇后 宣平公主下毒 甚至毒杀 兄长奉绝 三丫头 看起来吃傻 其实医术精湛 就连这七公主的鼻病 此非多年的顽疾 都是她给治愈的 皇上 臣妇原本不想揭发 这个女儿的 可是她心肠歹毒 不但残害大姐奉孙明 还害死了同胞的 哥哥奉绝 臣妇悲痛欲绝 不得已才站出来指振她 还请皇上 提须臣妇一片苦心 致她欺君之罪 致臣妇欺君之罪 皇上 请看在郑国夫人 揭发有功的份上 从轻发落 皇上 自古以来 有功过相抵一说 郑国夫人 欺瞒天下 旨在养活 不足之政的幼女 其心可敏 然而锦王妃 却以傻卖傻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 其心可诛 皇上 郑国夫人 其情可敏 错在这锦王妃 不该以傻卖傻 犯下弥天大罪呀 大殿中央 大殿中央的锦王 助力堂上 浑身散发出不容 侵犯的冷冽威严 大臣之所以敢负义李王 还不是觉得锦王 不可能庇护那个傻子 说不定他巴不得 借此机会 修了那傻子呢 他们这是在帮他呀 让他修妻 出师有名 皇上 臣反对 哦 锦王 你又何话又说 所谓养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师之多 若是锦王妃 真如郑国夫人 说的那么歹毒 郑国夫人 作为其生母养母 具有无可推卸的责任 郑国夫人颤了颤 本以为锦王殿下 就算要辨识他的申诉 也是替锦王妃辩解 届时 他只需要拿出 具体的实证便可以了 那傻子的也师父 他已为他找好了 谁知锦王却是另辟蹊径 竟然死抓他不放 所谓虎毒不食子 郑国夫人今日在朝堂上 用此险恶 分明就是存心置锦王妃于死地 试问这样狠心绝情的母亲 如何能交出一个知书达理 温婉贤术 善良温情的女儿 郑国夫人是功大于过 还是过大于功 想必大家心里已经有定论吧 锦王说的有道理 所谓人之初性本善 锦王妃生下来时 也是一张纯洁的白纸 郑国夫人却没有好好地教导 有错 有错也 九皇树 一棵墙头草是不可能产生真知灼见的 你何必浪费唇舌 皇上审视着锦王 显然他根本就知道 锦王妃在装疯卖傻 锦王妃的欺君之罪无可厚非 他倒要看看 他这个最优秀的儿子 如何从君王的铁腕里 救出他心爱的女人 他了解他的儿子 他极其护独自 锦王 依你看 这郑国夫人和锦王妃 该当何罪 按照大理历律 该怎么判 就怎么判 哦 好 将郑国夫人和锦王妃 押入天牢 求后问斩 锦王府 当黎王带人来抓宿暖时 几乎是势如破竹 顷刻间将宿星向暖院 围了个团团转 王妃 王妃 不好了 不好了 来了好多官兵 将我们围住了 宿暖听到清武 咋咋呼呼的声音 立刻了然 昨夜有人请君入瓮 今日他便真的 入了人家的瓮 只是没想到 来得这么快 这瘟疫之阵 他还没有彻底征服呢 宿暖叹了口气 一脸凛冽地走了出去 狄王望着他 眼里漫出一抹 玩味的探究式的目光 这傻子明明就是傻子呀 前几年看他发疯的样子 是真傻呀 怎么一夜之间就变成神医了 简直令人匪夷所思 简王妃 你母亲今日 在金鸾殿控诉你欺君网上 以傻卖傻 做尽恶毒事 你可知道 现在知道了 简王妃 如果不是郑国夫人揭发你 本王竟然不知道 你竟是衣手遮天的女神医 九皇叔过誉了 宿暖不过是略懂皮毛而已 怎可单神医美名 环顾四周 有些纳闷 锦王殿下 竟然在这个关键时刻 失去踪迹了 难不成 这货看他落难了 避风头去了 不 他绝不是这样的人 这点信任 宿暖对他还是有的 此刻 输隐狠邪 暗箱浮动处 爷啊 你既然担心锦王妃 为何不在朝堂上 替王妃讨个人情 没用 阿九 吩咐玄位 盯紧飞色格花魁群芳姑娘 爷啊 你怀此事 与群芳姑娘有关 那傻子女扮男装 去飞色格坐镇 却来了月事 想必群芳对她生了疑心 除了她 我想不出还能有谁 能捅破这傻子天大的秘密 诺 九皇叔 容我跟这傻子道个别 如何 皇旨你请便 宿暖望着锦王 不知为何 鼻子一酸 将眼泪 硬生生的给逼了回去 锦王拉着她的柔体 离开了人群 来到僻静的地方 似称怪 似宠溺 不畏杂陈道 别怕 有我在 坐暖灯时喉咙一热 只觉所有的恐惧 荡然无存 她虽然看起来 若无其事的模样 其实心里怕得要死 天牢里面 会不会有人欺负我呀 谁欺负你 就报本王的名字 哦 傻子 记住 去了天牢 不论遇到什么 都不要交出 解决瘟疫的秘方 本王要用这秘方 换取皇上 功过乡底四个字 宿暖振振地望着她 就知道 她不会其他不顾 这么帅的男人 这么深情地跟她保证 她的心一点点揉碎了 嗯 锦王从宽袖里 划出梅花袖件 这个拿着 相信您用得着 殿下 你能不能抽空 多来看看臣妾呀 你不来 让阿九 洪福来也可以 如果他们忙的话 你让王府里的下人 来看我也可以 我会亲自来看你的 她是会为自己打算呀 紧若密鼓地 让人去探望她 谁他妈敢动她一个毛呀 不敢活了不是 敌王将宿暖 带进天牢里的时候 敌王将宿暖 带进天牢里的时候 宿暖见到了自己的母亲 郑国夫人 郑国夫人见到宿暖 分外眼红 宿暖视若未见 宿暖恕 我能不能住单人间 李王微愣 鼻子冷吃 这女人凭什么认为 她会给她开后门 她在飞色阁里 对她又是下毒 又是拿刀捅她命根子 她都还没有找她算账呢 这丫做了亏心事 竟然还能如此厚颜无耻地 面对她 等也太费了吧 金王妃 担人间有许多 可我凭什么给你担人间 李王的声音 充满着不怀好意的 坚逆邪恶的阴谋味 宿暖颤了颤 莫非自己捅她的事 被她知道了 担人间牢房 既然挺好的 有人聊天 不会得抑郁阵 宿暖黑黑的干笑着 心虚的朝阵前方打开的天字号牢门里走去 牢房里坐着三个男人 郑国夫人目光瞥了眼宿暖 必为她会苦大仇深地找自己算账 你是不是很想知道 我为什么会行医 我只是想知道 你的傻病是怎么好的 哼 我可奉告 此刻 请王府 爷 小子遵照爷的吩咐 已经让人将北京瘟疫浮夸放大的传来出去 相信很快就会传到圣上的耳朵里去了 嗯 吩咐折服宫中的谍者 不遗余力地干扰陛下接见任何人 诺 阿秀眼里浮出对主子几赏的眼神 主子位救王妃 竟然敢忽悠陛下 一骗陛下 瘟疫横行 天下大乱 二段陛下与医者接触 堪堪将陛下架在火炉上烧烤呀 警王算无遗漏 会阻止防不慎防的披露出现 他决定亲自接住那个人 一个独树不在宿暖之下的人 一个唯一有能力搅黄他计划的人 阿九 备马车 也要去一趟飞色阁 飞色阁 群芳坐在铜镜前 放着化妆盒里的白粉发呆 九殿下 老神 这就去叫群芳姑娘出来 警王瞥了眼楼上花魁的房间 没有出声 已经提着脚步 悄无声息的来到了群芳姑娘的房间 方方寻着她的目光 落到她面前的粉和少 阴随的毛子骤然一缩 眼底划过一道危险的目光 群芳竟然浑然无觉 群芳思虑良久 似乎想到了什么 雪儿 一个挽着双肌 一丫头 隐声而出 哎 然而 陡然看到镇前方的警王殿下 画容失色 姑娘 群芳的手微微一颤 轻挪同静 终是看到侧后方那个的人儿 眼底的错愕稍纵即逝 却依旧没能逃脱警王的眼底 雪儿 这粉的颜色太白 我不喜欢 你拿去用吧 多谢姑娘赏赐 景王望着主仆二人 唇角勾出戏谑的笑意 戏份太足了 雪儿 拿过来给本王看看 雪儿一愣 犹豫的望着群芳 去吧 雪儿便将粉盒碰到景王面前 回到景王府 阿九刚好办完事回来 刚踏进明泽殿 就看到爷 看到景王妃画的刺客画像发呆 阿九愣了愣 那么专注 难不成是赌物私人 借以慰藉相思之苦 阿九 你仔细地瞧瞧 这画像有何旋即 阿九微愣 爷既然这么问了 想必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阿九分来覆去地看了看 拧着眉苦憋道 爷啊 小的 小的看不出来啊 最讨厌烧脑特辑 这是阿九一辈子的痛 笨 偏了眼画像 皮肤酸溜溜的口吻提醒道 还得感谢那傻子 把这刺客画得入目三分 你看那双手 手指修长 骨节特征更是明显 与众不同 和本王倒是有几分相像吗 都是练我的骨骼 嗯嗯 爷啊 这手也不能说明什么 笨死了 出去别说是我的人 给你好好研究研究 捉摸不出来不许吃饭 爷啊 你去哪儿 天牢 天牢 素暖没皮没脸的 试图跟人套近乎 喂 兄台 你犯了什么法呀 老子杀人了 杀得好 杀得好 那些混蛋该杀 姑娘 我尖了人家的老母 杀了人家的幼女 这样也杀得好 他老母一定是个虎毒石子的恶毒妇人吧 尖得好 尖得好 郑国夫人瞪了苏暖一眼 这傻子 该不会是寒沙摄影的在骂他吧 姑娘 一看你就是同道中人 你犯了什么法 给长姐戴绿帽子 还把兄长给杀了 还把生我的老母鸡 给害得一起来坐牢了 怎么样 厉害吧 扭叉吧 南球文言 当时眼里散发出崇拜的表情 卧槽 他都已经是无恶不作的大恶人了 可是他犯了事以后 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点愧疚的 迷玛 这个年纪不大的小姑娘 竟然是杀亲兄 毒害亲姐和老母 还能如此大言不惭地说出口 卧槽 简直是他的偶像啊 姑娘 姑娘 如果姑娘不嫌弃 我愿意与姑娘结拜为异性兄妹 日后姑娘哪怕是除了天牢无处可去 我丐帮兄弟 必然收容你 日后姑娘哪怕是除了天牢无处可去 我丐帮兄弟 必然收容你 丐帮 可是天下第一大帮派 哼 你想多了 就是帝都东城门的破庙 是我的地儿 手里有十来个人 每天同享破庙的贡品 祸槽 大哥大哥 女神最恨他老母 你把他老母给奸杀了 就当送给女神的见面礼 素暖望着郑国夫人 吓得苍白的脸 挤出一丝淫荡的笑容 郑国夫人 本以为素暖 会看在母女一场的份上 会帮她 哪里知道 素暖竟然抛出一个 比男人还淫荡的眼色 衣服凑热闹 不嫌事大的心态 郑国夫人顿时吓尿了 活该 女神 只要你一句话 兄太我就替你报复你老母 保证让她享受下 小滚荡破的滋味 你别过来 兄太 算了 这个老母鸡 人老猪黄 别脏了你们的身子 不如等小妹出去以后 给你们银子 去飞色阁 找那花魁群芳姑娘 那可是香艳欲滴的大美人 保证你们喜欢 花魁 几个男人流露出猥琐的目光 郑国夫人缩在角落里 听门 听门宿暖 用人老珠黄的词语讽刺她 心里百般不是滋味 劳门前 不知何时 助力着一道玉树临风的身影 原本担心她在天牢里 孤单寂寞 日子难过 现在看来 真是多此一举啊 宿暖无意间 撇到某人的脚 殿下 你怎么才来 臣妾想死你了 有多想本王啊 一日不见 入阁三秋 有多想本王啊 一日不见 入阁三秋 傻子 你受苦了 你放心 很快你就会出去了 锦王说这话的时候 目光却是藐视着郑国夫人 郑国夫人的脸上 划过一抹赤笑 显然觉得锦王 在痴人说梦 夫人 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伎俩 只有智障才会配合你演出 郑国夫人苍白一笑 没有理睬锦王 谨记着那人的 尊尊教诲 说多错多 最好当哑巴 锦王走的时候 宿暖特别语重心长地交代着 殿下 下次你来的时候 能不能别两手空空啊 尼玛 有空手来探监的吗 嗯 锦王好像有点自知之明了 这傻子想自己的原因在哪里了 看他舔了舔嘴皮 一副石球不满的样子 忽然有点后悔 没给他带点好吃的来 不过 最好的办法 还是把他捞出去 让他一次吃个够 此刻的千秋殿 锦王正候在门外 等着皇上召见 元德公公 竟去通禀皇上了 续公府便出来了 锦王殿下 皇上正和黎王下棋 今日不见客 九皇叔 元德公公 麻烦您再去通禀一声 就说本王今日只谈国事 不谈家事 元德公公一愣 有仪时 锦王从宽袖里 划出鸽子蛋大的夜明珠 递给元德公公 有劳公公了 元德公公接过来 眼里闪过一抹诧异 随即脚步轻快地进去了 锦王笑容凝望眼角 不知道那傻子 知道他的宝贝不见了后 会不会抽风呢 千秋殿 狄王和皇上下棋 狄王步步紧逼 皇上焦头烂额 元德公公再次讨扰时 皇上明显不愿 朕不是交代过了吗 今日朕与九弟下棋 任何人都不得打扰 皇上 锦王说了 他近日来 只谈国事 哦 那让他进来吧 九弟 你这棋艺可又精进了不少 皇兄 九弟我无欲无求 平日里闲着没事 就下下棋 听听曲儿 有所进步 也是应该的 倒是皇兄整日里操劳国事 没时间下棋 得多注意龙体呀 九弟 朕就喜欢你这副甜蛋的性子 说话间 姓王功臣偏踏而来 儿臣见过父皇 见过九皇叔 儿臣见过父皇 见过九皇叔 免礼 长儿 听元德说 你有重要的事情禀报 父皇 北京王国大奉帝国的流民 涌入我大理 此批流民深染瘟疫 将瘟疫带到大理各省 如今举国上下瘟疫盛行 民不聊生 儿臣恳求父皇 接级太医下放各地 诊治病人 以迅猛之势 阻断这场瘟疫的传播 皇上勿许担心 大理医者繁多 总是能找出凤毛麟角 来扼住这场灾难 父皇 不如将寻找解决瘟疫医者的任务 交给九皇叔 儿臣相信 九皇叔定当不负众望 在两天内 找出解决瘟疫的方子 两天 怎么 九皇叔险多 那便一天吧 此次瘟疫来势汹汹 被染上的人 短至四天 长至十来天便病入膏肓 命丧九泉 九皇叔若是两日内 找出治病的方子 再推普下去 也要两三日的时间 等到边境时 正好可以在第四天 给患病及时服药 若是九皇叔多耽搁一天 每每延迟一天 我大理就已成千上万的子民死去 这不亚于战争的残酷 请问九皇叔 两天还少吗 黎王愣了愣 心道 这瘟疫这么厉害 皇上游一片刻 想起早朝上 大臣们集体发声 帝都瘟疫盛行 四处可见患病的流民恶福 街头每天都有死去的流浪儿 死状凄惨 惨绝人寰呢 帝都尚且是这幅光景 这源头的边境 岂不是更加不堪入目吗 皇上心惊 九弟 此事就已成而的 朕命你两日内 找出解决瘟疫的方子 诺 锦王府 他就在画像前 民思苦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 提到灵光从脑子中劈过 点上是惊骇无比的表情 我知道了 我知道这画像是谁了 他要去告诉主子 他琢磨出画像的玄机了 从千秋殿走出来 狄王追上锦王的步伐 九皇旨 黄叔叫我 有事 你行啊 给黄叔挖这么大一个坑 你说吧 那治病的方子 你是不是有 本王还真没有 亏黄叔平日里那么疼你 你就舍得这么对我 九皇叔 我可没坑你 帝都那些可怜的流米 是谁放出来的 你应该很清楚吧 九皇叔不要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啊 黄之这话什么意思 黄叔我听不懂 装不懂 哼 不懂没关系 只是两天后 大骊子民 顷刻间死了半数 你说你会不会成为 大骊的千古罪人 黎王望着他 宛若游龙般的背影 眼底冷凝沉说 爷 你不会是现在才 琢磨出那幅画的玄机吧 原本为自己无敌智商 感到自豪的某人 因为主子这句话 仿佛在寒冬腊月 被人淋了一盆冰水 瞬间就如被双打了的茄子 歇菜了 他以为能琢磨出来答案 就已经非常非常了不起了 原来在主子这里 还有时间长短这一说 说吧 都琢磨出什么来了 爷啊 画像上的刺客 看起来霸气侧漏 微风零零 无处不透着帝王的气度 所以乍一看 是男人 可仔细一瞧 他的手指修长如玉 肌肤西白 耳垂娇嫩 分明就是女人 就这个 此人究竟是男生女相 还是女生男相 小的还请殿下 指示指示 不管是男是女 反正她是飞色阁 咽压群芳的花魁 此刻是群芳姑娘 难怪爷最近老喜欢去飞色阁 小的还以为爷转性了 喜欢寻花万柳了 你觉得本王是那种看到美人就卖不动腿的人吗 小的误会了 爷啊 小的愚蠢 知道你愚蠢就好 多做点好吃的糕点 本王要给锦王妃送去 一屋子的人 全部顿大兴谋 这还是先前那个不敬女色的修罗王吗 阿九会苍蝇似的 快下去准备 也马上就要 天牢里 宿暖百无聊赖 正和自己的败把子兄弟玩起了猜拳的游戏 六六顺呀 四季台呀 小妹 你输了 赶紧喝 宿暖抱起面前的酒坛子 咕噜咕噜的喝了下去 来来来 再来 锦王来到天牢时 老远就听见某女 顽固放荡的声音 哥俩好呀 一心静呀 满汤彩呀 空气中 还漂浮着浓烈的酒味 某人春风和熙的脸 立刻冰霜笼罩 他在外 为他拼命奔波 他在牢里 却甘之如頤 王妃 阿九小声呼喊 某个毫不知情 继续犯错的女人 这男球 冷不防听到这样的称呼 吓得立刻趴在地上 大哥 你咋了 这就喝醉死了 起来起来 咱们不醉不乖 没多少酒了 没事 我去叫牢头 再给我送点来 我夫君是锦王 他可卖我面子了 醉醺醺的走到牢门前 却发现面前站着一绝世美男 揉揉眼睛 觉得有点眼熟 王妃 阿绣赶紧出声提醒他 宿暖望着锦王 总算是找回一丝魂魄 殿下 你来了 是谁给你的酒 宿暖指了指牢头 一脸无辜的模样 滚过来 殿下 他说他是锦王妃 他说他是锦王妃 如果我不给他酒喝 他会灭我酒足的 小的害怕才 他把本王说的惨无人道 虐心 小的 要怪 就怪那女人演技太好了 从今日起 出了一日三餐 别给他整些额外的赏赐 麻蛋 腾腾锦王妃 在监牢里跟仁华全行酒令 传出去 他还要不要脸了 不军 你别这样嘛 这牢里可不好玩了 怕他怨念太深 某人将一篮子美味佳肴盛上 宿暖灯时顿大美眸 便抓了块桂花糕 就呼伦吞枣起来 锦王一脸嫌弃 真的 他已经很久没有嫌弃他了 堂堂锦王妃如此邋遢 女人的端庄 在他这里视为无物 看不惯就别看呗 反正都要合理了 南球们看到宿暖嘴里叼着的美食 咽了咽口水 宿暖从篮子里取出其他糕点 丢给他们 锦王脸色更加难看了 阿九 我们走 哎 夫君 篮子 没有篮子 下次他还怎么带好吃的来啊 把他吃了 宿暖望着某人气势汹汹离去的背影 下毛了 谁惹他的 反正不是我 小妹 你这是太厉害了 连锦王殿下给你送吃的来 你喝酒 他气鬼戏 可舍不得罚你 他可是真疼你啊 疼个毛啊 他喜欢飞色格那个花魁 还他们玩命的取个侧妃来偶我 还巴不得金屋藏娇呢 几个南球文言 你妹 原来飞色格的花魁 是战神王的相好啊 那他还怂恿他们去炮他 这不是把他们往火坑里推吗 戴温义解决之后 你和我便合理了吧 那傻子的话 再次萦绕耳边 锦王功臣的心 莫名就挥了起来 无情无声无息 骤然出现在锦王阿九面前 爷 安慰来报 黎王出府 正往飞色格的方向去 知道了 阿九 走 跟爷逛青楼去 诺 黎王会想方设法与那花魁见面 你的任务 就是盯紧黎王 给他制造一切障碍 关键时刻可以暴露你的身手 一言以蔽之 绝不能让他与秦方回头 诺 变天了 任务 等work 我就 盯紧黎王 额